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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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雙杀来了 小心小心 干净了 好 抓住我的手 别走钓 主公 那引路的人不见了 走了 父豪 这烧银下面是空的 我们要被卷下去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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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事 从前有个人 师尊 崖山皱下来个人 他从一堆金银珠宝里发现一块石头 沈桥 但他不愿相信那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没有人能力尽坎坎而不该本心 因为能跟马屋金银堆叠在一起的 一定也是宝贝 这要好的机会 于是 他总将石头戴在身上 还找了许多人来鉴定 打磨 但无一例外 我为什么要杀你 每个人都说这只是一块普通的石头 毫无出奇之处 即使心怀悟悟 但若能达到善果 也算得到 不是 你才最后怎么着呢 阿桥 我选择 这么说 即便早知道后面会与我纠缠不清 你也并不后悔了 世界没有后悔药 过去的事情 永远也不可能再追悔 与其执着怨念 令自己不得解脱 倒还不如感谢你 教会我如何去看待天下 与人心 傻啊 乔 我几时对你好过 叶武士 我一路辛苦助你逃脱 不是为了让你去自投罗网的 替我告诉叶雁雷 让他不必管我的事 新疆患悦赠的势力 延伸到齐国再说 有事 有事 你这小鹿有名字吗 有 叫阿乔 你不觉得他很像你吗 还请眼座主放手 我不习惯这样语言说话 反正也没外人 明日就是与葫芦故决战之日 我倒要赴死了 你连听我说几句话的耐心 都没有吗 说吧 但方才我想了一下 说再多 还是不如直接做 你连听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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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 他终于相信 这的确是一块 好不值钱的石头 但在此人眼里 这也是一块 万中无一的石头 近江文学城 梦西石原著 猫儿FM 携手英雄联盟 升罗万象 联合出品 古风武侠广播剧 千秋 第二季 敬请期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